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杨子过生日见人员,肖战成义等人为送祝福杨子作为小花中的佼佼者 国人从小看到大的偶像,一直带着国民女儿的滤镜 过生日自然是引发了无数网友的关注 而粉丝送上祝福之余,又推动了杨子娱乐圈人员的热搜,引发了热议 杨子过生日见人员,肖战,成义等人为送祝福的事情引起了一些媒体和粉丝的热议 杨子是一位备受瞩目的中国演员 他的生日通常都会受到广泛的关注和祝福 然而,有一次他的生日却没有得到某些同行演员的祝福 这在娱乐圈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杨子一直以来都有很好的人员 他与许多演员和娱乐圈内的人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然而,在这次生日过后,有报道称,包括肖战,成义等一些演员都没有公开祝福杨子 这一情况引发了粉丝们的猜测和评论 一些人认为可能存在内部矛盾或不和,导致这些演员没有送祝福 媒体和网友们开始猜测可能的原因,但没有确凿的证据来证实这些猜测 有些人认为可能是因为工作日程等原因,这些演员没有及时送上生日祝福 不过,也有一些人认为可能存在更深层次的原因,比如人际关系问题或者其他纷争 无论是什么原因,这一事件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成为了娱乐圈内的热门话题 杨子的粉丝们纷纷表达对他的支持和祝福,希望他能够继续取得成功,并不受这些小事的干扰 这也提醒了人们在娱乐圈内的人际关系问题,以及媒体和粉丝对明星生活的高度关注 尽管这次事件引起了不少讨论,但也有人呼吁理性对待 在娱乐圈,演员之间的人际关系复杂多样,不同的演员可能有不同的工作和生活节奏 有时难免出现沟通不畅或错过了送祝福的时机 并不是每一位演员都会在同事的生日上公开送上祝福,而这并不一定代表他们之间有不合获矛盾 此外,演员也是普通人,有自己的生活,家庭和朋友圈,他们也有权利保留自己的祝福和关心私人生活 媒体和粉丝通常会非常关注这些细节,但应该尊重演员的个人空间和隐私 总之,这次事件提醒我们不要过分炒作或曲解演员之间的人际关系 应该理性看待娱乐圈内的事情,而不是过度猜测或传播未经证实的信息 最重要的是,让演员们能够专注于他们的工作和事业,而不受不必要的干扰 杨子作为一位杰出的演员,希望他能够继续取得成功,不受这些小事的困扰,继续为观众带来精彩的表演 当涉及到娱乐圈内的事情,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方面 首先,演员和其他娱乐行业的人员都是普通人,他们也会经历生活中的挫折和挑战 不同的时期可能会有不同的情感和压力 有时候,他们可能需要时间来处理自己的事情,可能并不总是能够及时回应或参与到社交媒体上 另外,媒体和粉丝在追踪明星的生活时,需要谨慎处理隐私和边界的问题 尊重演员的隐私诠释非常重要的,不应过度侵入他们的个人生活,以免给他们带来不必要的压力和焦虑 最后,娱乐圈内的人际关系可以非常复杂,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关系也可能发生变化 人们之间的交往和友谊可能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这不一定反映出演员之间的真正关系 因此,对于娱乐圈内的事情,不应过度解读或炒作,而应保持一种理性和客观的态度 总之,娱乐圈内的事情常常充满了传言和猜测,但我们应该牢记,演员也是普通人 他们有自己的生活和隐私,不一定会在公开场合展示所有的情感和关系 对待这些事情,理性和尊重是非常重要的,以维护一个健康和和谐的娱乐环境 希望杨子和其他演员都能够在事业和生活中取得成功,不受过多的干扰 杨子通过家有儿女奠定了自己国民女儿的地位,粉丝吹捧杨子却是吹过了头 杨子固然拥有一定的国民度,但并没有达到厌压群方的地位 而粉丝直言杨子娱乐圈人员极好,结果却每年只有李宪、乔欣、刘涛这些人送祝福 其他大咖一动不动,着实与好人员不沾边 而杨子合作的男演员中,只有李宪这样一个大牌来祝福 他曾经与肖战、陈毅、徐凯、罗芸汐、邓卫都有过合作 却没有收到他们的祝福,可见杨子的好人员都是吹出来的 热搜的至顶连九宫阁都没有放满,就直言自己主子人员好 实在是一页账目,仅仅是十几个人,并没有造成半个娱乐圈的轰动 杨子已经很真诚了,粉丝不要再拖后腿了 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杨子娱乐圈人员杠杠的 很多艺人朋友都送来了生日祝福 杨子,这位备受瞩目的年轻演员,在娱乐圈中拥有着广泛的人员 他的生日成为了众多好友和同事们表达祝福的重要时刻 杨子的人员究竟有多好呢? 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他的好人员在娱乐圈中是出了名的 杨子的真诚,善良,幽默和可爱是他受到如此多喜爱的原因 与他合作过的同事和朋友都纷纷称赞他的专业素养和性格魅力 他的演技和颜值虽然已经是很高的水准 但更重要的是他的人格在魅于利乐 圈这个复杂的环境中,杨子始终保持着真诚和善良 这是非常难得的品质 杨子生日当天,许多圈内好友都纷纷送上了祝福 这些祝福不仅体现了杨子在娱乐圈中的人员 更彰显了他在众人心中的地位 他的生日成为了被爱包围的日子 这无疑是对他人格魅力的最好肯定 杨子的娱乐圈人员是毋庸置疑的 他的真诚、善良、幽默和可爱让他在众多演员中脱颖而出 成为了备受观众喜爱的明星 在未来的日子里,相信杨子会继续保持他的好人员 为观众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 杨子是中国一位备受欢迎的年轻演员 他在娱乐圈拥有着非常广泛的人际关系和社交影响力 无论是在影视作品中的精湛表演 还是在公众场合的出色表现 杨子都赢得了观众和同行艺人的喜爱与尊重 在他的生日时 很多艺人朋友都纷纷送上了诚挚的生日祝福 这足以展现出他在娱乐圈的受欢迎程度 这些祝福不仅来自于同一代的演员们 还包括了一些前辈艺人 以及他与之合作过的导演和制作人 杨子的朋友圈子显然非常广阔 他的人缘也可以说是杠杠的 这些生日祝福不仅表达了对杨子的生日祝愿 还代表了他们对他的深厚友情和对他职业生涯的支持 这种社交支持和友情的累积使得 杨子在娱乐圈内能够建立起强大的人际网络 有助于他在职业生涯中获得更多的机会和成功 杨子不仅仅是一名杰出的演员 他还是一个备受尊敬和喜爱的人 他的生日祝福和人际关系都反映了他在娱乐圈的杰出地位 这对于一个演员来说 是非常宝贵和重要的资源 也有助于他继续在演艺界取得更多的成就 杨子的成功并不仅仅来自于他的演技和人际关系 还源于他的专业精神和敬业态度 他一直以来都对自己的演艺事业兢兢业业 努力不懈地提升自己的表演技巧 并在不同类型的角色中展现出了出色的表现 这种执着和努力是他在娱乐圈中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外 杨子还是一位备受瞩目的慈善家 他积极参与各种慈善活动 用自己的影响力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他的善举和社会责任感 使他不仅仅是一个杰出的演员 还是一个充满爱心和社会责任感的公众人物 杨子的职业生涯和社交影响力都在不断扩大 他的成功故事不仅仅是娱乐圈的成功 还是一个充满力智和正能量的故事 他的生日祝福和广泛的人际关系反映了他的杰出地位 但更重要的是他的努力和品质让他在娱乐圈和社会中都备受尊敬和喜爱 希望他的未来会一如既往的光芒四射 继续为观众带来精彩的表演和为社会做出更多有意义的贡献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 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 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 谢谢大家